达到每平米5.27万 每平米达到5.27万 那么这造出来之后 不要达到七八万上十万的一个水平 有些说上海的土地价格仍然是高级 那么北京呢 北京的这个已经相对冷清了 已经相对冷清了 而且呢 北京的这个二月份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价格 较一月份是下跌了将近40% 尽管这样的具有一个不可比心 因为不同的地块 但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数额 还是 发展的前景 房价短期运行的前景 这个所以这条信息还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两条相关土地价格方面的信息 那么去年的土地价格平均的上涨幅度 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能看到全国的房价的平均上涨幅度 大概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所以说呢 土地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去年房价的涨幅 那么这样的透露一个什么的信息呢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因为土地价格的收益来自于地方政府 房价的这样一个涨幅呢 这样的一个主要是 发展商收益比较多 那么总体来讲 地价格的现场 预云 在这一段这一段时间 一定在大再说 都根本在这一段时 有寻思生 那么就是 土地价格的 还得福 但是 实际上 有一点 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